L.O.L.和DOTA有什么不一样啊 L.O.L.拥有全新的英雄 全新的天赋符文系统 英雄可以走更多的线 L.O.L.自动匹配扎马 快速开启实力相近 L.O.L.自动重联 585秒退 话说 L.O.L.为什么要和DOTA一样 我DOTA现实抢购开始了 即日起到10月7日 凡是我DOTA的产品 让你回归网友 长袖T恤由原价的78元 降低至58元 短袖由68元 降低至48元 暴卷由原价78元 降低为58元 买三件就包邮期 只限八天 快来选购吧 白雷曾荣 世界第一风暴之灵使用者 他的风暴之灵灵动飘逸 杠客凶猛无比 杠客凶猛无比 切入恰到好处 而他的技术也同样的飘逸华丽 队线能力超强 还战欺辱感良好 对英雄有着成熟的理解 在老外眼里 他是最强大的中国DOTA队员 尊称其为Weapon X 赛场外的呆 是一个腼腆而和善的大男孩 总是有些害羞地微笑着 也许会让你感觉不到 任何的杀伤力 但是在场上的他 就完全变了一种风格 当你与他在战场相遇 他会用犀利的个人技术 告诉你 小心 呆是你无法想象的对手 作为整场节奏的带动者 他所担任的二号位和风格 决定他从一开始 就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呆 从真三时期的换盘战队 沿用至今来 已正式比赛时 则使用ID DH JackBand X 其粉丝则亲切地称他为 呆呆 呆在其DOTA生涯之前 是玩真三的 可以蛛丝马迹组成的换盘战队 曾经在真三界呼风唤雨 闯下了极大的名头 当年打败二区后 独霸真三界 也开辟了饭团战队独占真三圈的格局 其经典的卫国战术更被称作叫可疏 呆作为当年真三界的王者半团战队的首席中法 是战队中的绝对主力 擅长诸葛 丝马 他的诸葛PK技巧 控车技术 无人能出其用 丝马的打钱效率 兴落释放时机 产生团战第一次马 他犀利的操作 重融的实规 能用最冷静的分析 做出最合理的判断 总能以自己稳定地发挥 带着具有莫大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一驻被称作 中国DOTA Solo第一人 身为E-Home对中主力 他的发挥是对中较为稳定的 很少有比赛会看到他发挥失常 进而整场横盘的 也许会有一两次失误 但是他都会以更抢眼的亮点来掩盖掉 操作是犀利 无意让人叛徒 而为何如此犀利 却如他的IDX一样 让人难以捉摸 众所周知 中路Solo是最考验对线和不高实力的 每支队伍都会在这个位置上 放上本方对线能力最强的选手 在队伍中担任主杠客 加富凯瑞 拥有全国前三中路Solo能力的他 从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 什么才是中路Solo的节奏 他的蓝猫和莱恩 给大家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精彩 在E-Home食贯之路上 令对手谈呆色变 其代表英雄为蓝猫莱恩 为此蓝猫莱恩也成为E-Home对手 Denis的常客 欧洲元老美利克看完ESWC 曾经感叹 维格在Denis面前显得毫无意义 虽然不同时代成名的玩家 不应该拿来对比 但是谁足以显示Denis的实力 神奇Storm是Fenanti对战以Home 双方从开始就打出了十分高的追击 开局竟为四人分成两波急剧上路 然而Home的剑却与Storm擦肩而过 幸运的Storm夺过了被医血的命运 第四分钟 KK拿到了双倍后 从塔后绕过去想要接杀Swing Home迅速TP后 一技好剑拿到了BM人头 不过螳螂补偿黄雀赛后 天才急于四人瞬间包围 将二人击杀 TP下来的火枪手也没有掏出毒手 是双方爆发的第一场还战 以天才二换三收场 选择 随后的比赛进入了华丽的团战大比拼 17分钟 经为下路一塔上面的树林里 双方相遇 场面十分惨烈 战场被分为左右两大块 双方的队员依次倒下 斯文拿到了三杀 但是最后结果却是天灾四换五 只有斯科姆一人存活 X打了一具唯一的男人 22分钟再次爆发团战 丽女凭借着一个非常耐心的大 单杀了传说哥 不过因为其主力抗不在 因为二换三小胜 24分钟 蓝猫已经做出了扬刀 天灾发母了肉山 为蓝猫再添不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了不朽的天灾 底气十足 在27分钟 与净卫再次爆发十人大团战 正是凭借着这块不朽 天灾以二换四大胜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0分钟 船长被抓后 双方再次相遇 天灾缺少一名主力 一次打五 却凭借着良好的站位 和目标选择 拿了一个一换五 因为被团灭 三十二分钟 天灾推中路二塔 帮我们先守舰命中VS 站位集中的天灾 被死奔和愚人守卫 前后跳过来晕住 Land接打直接秒到了死痛 缺少主力的天灾溃败 飞行为零换四 天灾再次打掉肉杉 开始抗拿不朽 凭借这块不朽 在随后下落的团战中 天灾再次以顿加二换四 拿下了下落二塔 此之外它全部被破 达前活动中间被压缩的厉害 形势对于静魏来说不太乐观 但是在逆境下 静魏仍然找到了机会 四十分钟 泡姆牵手大 这时天灾三级小人书 还没有做出来 Zwim抓住机会 跳过去捶住CM VS GM三人 SG再跳继续晕 火枪分身火力全开 瞬间三人趟倒 不过船长的洪流和船 也命中了三人 但是此时天灾火力已然不足 竟为一换四大胜 随即推倒了几座外塔 弥补经济 只关重要的第三个肉山 又被天灾拿到 CM收下不朽 船长拿到奶酪 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 到了五十分钟的时候 一切已经酝酿成熟 命运的交响曲 来到了最后的天章 最后的决战 在Sven向VS扔了一个锤子中开始 SG也紧随其后 跳了出去 但是双先手 没有很好的控制入天灾众人 CM开BKB飞来 完全冲上了净位的阵型 男这个碎皮控制 也是瞬间被秒 冰女在后排拖住了火枪 两本小人书的威力巨大 最后天灾二换五 团灭净位 随后天灾连铺三路 因为打出了JJ 最后比分定格在了40对4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神奇Storm之CH 对阵以Home 开局不久被骚扰得很伤的Storm 在莱恩的配合下连拿两个人头 天灾上中下三路开花 随着Storm游走做掉CJ 全期天灾6比0梦幻开局 St成为场上最忙碌的人 上下翻飞 而CM也在逐渐完善天灾的视野 双方辅助斗吃斗勇 为后期发育薄架护航 此时 着机动性的St 依然成了焦点 忙得不亦乐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竟为积极的抱团推进 但是毫无压力的幻影长毛手 26分钟已经是先锋加挥钥加散尸 肉筛一战 竟为阵亡三人 拿下盾的天灾 随后轻松地破掉定位中路 在天蝴蝶的幻影长毛手 带领队友一波带走定位 全场比分8比32 神级Storm之NV.CN 对阵E-Home 开局双方谨慎对线 中路秦叔宝对上位持工 微妙的局面在武吉兰拿了装备之后发生转变 被点弹雪的空穴FT 精彩绝伦的反杀篮取得一线 上下各自补刀仅剩一场 回家后的FT 随后TP下路 顺利接杀风行者 只有分钟 新闻遍 V-U, V-U, SY-O, V-U, CN, SY-O, P,CN, E-M, E-M, CN, E-M, CN, I-M, CN, E-M, E-M, I-M, 莱恩被无效杠克索磊 而SP却多次有效地游走 成功地牵制住了对手 给几方火枪手更大的发育空间 不过因为阵容前期强势 逐渐扳了一点比分 但是无碍与火枪手 17分钟不比无如 即使如此 莱恩也在20分钟夹腿跳刀 但是此时STOM却已经夹腿BKB 活缝乱跳的STOM 彻底阻止了静魅进攻的道路 多次击退静魅的推进后 双方再次为BOSS展开纠结 最终竟是静魅打了BOSS最后一下 ST捡起顿的好笑一面 29分钟 10比18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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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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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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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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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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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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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